把學校說 如果不讓你成家 生生不行了就不走 開玩笑了 大家不要那麼認真 其實大家都非常認真地 在練舞跟練唱 所以有時候會開玩笑 這個反應實在太可愛 賈金雯在錄中 成峰2023順利成團 能唱能跳的她被問到 會不會想自己出作品時 直接給出明確答案 我應該是說 其實成團對於 成峰的姐姐們來說 是一個這個努力過程的肯定 但是對我自己來講 我還是在舞台上有說 我自己本身還是很熱愛 我自己的表演工作 所以暫時沒有這個考慮跟打算 把學校說 如果不讓你成家 生生不行了就不走 開玩笑了 大家不要那麼認真 不過有時候就是要 你知道娛樂一下氣氛 因為畢竟在節目當中 其實大家都非常認真地 在練舞跟練唱 所以有時候會開玩笑 有特別想跟劉若瑛跟張慶珍做 其實都想 我覺得這一次在舞台上 欣賞到這麼多 那麼會唱跳的姐姐們 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哥哥還是姐姐 我覺得都是很期待 如果將來有機會 再有不同的舞台合作 我覺得會非常有意思 也期待看到賈靜雯 與更多歌手合作 而先前無童妹 跟曹哥的兒子就有傳出緋紋 她也特別幫女兒澄清 那真的是烏龍 誤會真的是誤會 就是我覺得年輕人 你不要太緊張好不好 大家都可以好好交朋友 大女兒現在好像對打扮也蠻有 對 因為我個性比較 怎麼講 比較某部分蠻保守的 但是後來我了解到 現在很多年輕人的世界 其實你用不同的眼光 去理解他們的時候 好像很多事情都沒有什麼了 你就會都能接受 然後也會跟她討論 怎麼樣的方式是好看的 或者是怎麼樣的美感 我也要理解她 她也要理解我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好的一個親子的共通吧 可以跟女兒一起討論 穿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不過賈靜雯工作滿檔 夫妻經常需要互相配合照顧小孩 而她也透露勞工手解開 讓她相當安心 她真的是神隊友 我只能這樣講 非常神隊友 讓我可以很安心的工作 其實也很謝謝她 其實我可以舉個例子 就之前她自己帶她們去滑雪 我聽我先生說 她們早上起來自己換好雪衣 然後自己就把早餐什麼 到冰箱倒牛奶都全部弄好 這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她們 所以就是 就是妳會覺得說 哇 原來是這樣 然後我一回來 就是那個規矩會打亂 就什麼的媽媽 媽媽 我說妳可以 不要一直只有媽媽嗎 其實還有爸爸 但是我不在的時候 其實是不大意而已 妳平常是妳的白臉到了黑 我以前不覺得 但我後來覺得好像是這樣 因為可能我陪伴她們的時間 有時候比較短 然後就想盡量的滿足她們 那我先生比較像 就是軍事教育的方式 我覺得是好事 所以她們現在非常知道 自己的節奏需要的是什麼 完全樂人家宣 張淑瑋 採訪報導 кот逗趣 now 阿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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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輝